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娱乐大爆料,王一博,张云龙,赵丽颖,杨子,龚俊,赵丽颖,王一博 王一博参与主演的那部《双男主古装悬疑》具后期制作完成 片方这会儿正忙着招商 暂定年底前后在《271》上王一博这段时间是在剧组忙着拍摄新电影 这部戏低调开机拍摄,就连主演都莫官宣 整个项目都处在保密当中 他后面的综艺以及年底的晚会通告也都安排上了 月底在上海参与录制街舞的收官之站录制 某猫的双11狂欢夜以及芒果的跨年晚会都有收到邀请 他和公司这边的续约问题早就谈妥了 合约分成长了 同时还收到了公司股份的捆绑奖励 张云龙 张云龙和胡一天合作的民国看案剧开机了 这部戏瓜节早前就多次提到过 二大的阵容备受观众们期待 张云龙性格蛮好的 长年待在横店跟不少工作人员都混了脸熟 大家对其评价蛮高的 有一回影城的工作人员出去拍照采访 坐电梯正好遇上了张云龙 在工作人员假装不认识并邀请他同行的时候 却被果断拒绝了事后工作人员还纳闷为啥不一起下楼 但等自己低头看手里的相机 才顺时明白张云龙的想法了 被当成狗子了 杨子 杨子下部是电影猎毒搭档王千元 月底开机 他其实很早就有电影资源了 当初搭上伯纳 伯纳承诺给他一年两部电影配角 他现在积极接出了主旋律资源 因为这种题材播的比较快 对形象也有帮助 赵丽颖 赵丽颖幸福到万家已经到收尾阶段了 目前暂排在年底或者明年开年 平台很看重这个项目 各方之后都会大力宣传 然后迷雾剧场的剧也在排播了 他这边对这个还是挺重视的 龚俊 网传龚俊11月底将在成都举办生日会 有媒体就去联系龚俊工作室几场地方 君表示为假消息 因为已经有票物黄牛在发 很多粉丝还差点去咨询购买了 所以这样早早出来否认 也是省得粉丝上当受骗 而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有好多明星过生日 有伴生日聚会的 但基本没怎么看到有伴粉丝生日会的 现在大环境对犯圈粉圈行为和明星引导方面 有一些要求大半粉丝生日会还是挺容易被盯上的 所以现在好多明星的操作是小庆祝一下 拍组写真上个话题 然后跟粉丝选择直播互动 毕竟疫情原因 想要线下申请活动办理也比较麻烦 现在龚俊主要还是要拍戏 安乐船也快到尾声了 杀青后休息不了多久 不出意外就要再进组 我要逆风去 目前还有新综艺有意邀请他 有新商务呆轩 流量上来后确实忙了不少 好 像 我是 继续表员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